2024年6月30日下午3点43分 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天宾科技 自主研制的天龙三号火箭 在河南公益进行热试车时 因舰体与实验台连接处结构失效 一级火箭突然脱离发射台腾空而起 然后迅速坠落地面 引发剧烈爆炸 整个火箭坠毁过程被多位民众拍下视频 并上传到社交媒体 引发全网关注 那么上演这出神兵天将的天宾科技 是个什么来头 中国的航天产业又是个什么水平 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 由于这种事故就发生在中部睽睽之下 网信办没法像以前那样 通过简单的三点线流控制信息的传播 所以各路吊奔侠们选择了淡化事件后果的细地入境 仿佛就只是某个民营企业 一不小心放了个无声大哑的小礼炮 但有句话叫做 抛开当亮堂危害就是在耍流氓 天龙三号事故的炸裂程度 要远比所有墙内媒体描写的大得多 做一款对标烈鹰九号的两极液体运载火箭 天龙三号高71米 直径3.8米 拥有九个液氧煤油推进器 起飞推力770吨 这个三维数据用对标可能都不足以形容 用1比1复刻更为恰当 不过不用担心 我这里并不是吐槽天兵科技剽窃 在风景极高的宇航领域 吸收消化前任的经验教训是惯常性做法 此处摸着没地过河没毛病 之所以要介绍一下天龙三号的数据 那是因为天兵科技并没有公布天龙三号的燃料总量 我只能使用尺寸相近的烈鹰九号火箭来进行推算 根据公开的信息 烈鹰九号的一级部分能够满载燃料约400吨 而事发当天天龙三号进行的是满功率热试车 所以其也应该携带用相近重量的燃料 接下来就要计算火箭追悔时的剩余燃料量 读个视频显示 在低煤烟雾还未消散时 火箭便已升空 说明脱离试车台前 天龙三号的燃料损失应该不大 而火箭升空持续了约16-7秒 这个过程会消耗燃料 为了简便 我们这里采用宽放口径 计算为总共20秒 再根据SpaceX数据 009号一纸机飞行时长162秒 得出每秒消耗约2.5吨 天龙三号入按照20秒工作时间计算 升空后消耗燃料约50吨 爆炸时剩余燃料350吨 那么350吨液氧煤油的爆炸威力有多大呢 实测是测不出来的 但好在液氧煤油的推进技术历史足够悠久 NASA在上世纪六成年代曾做过相关研究 据其估计 满载约2000吨液氧煤油的土星5号火箭 但爆炸当量约为222吨TNT 假设燃料重量和爆炸当量的关系是线性的 那么天龙三号的爆炸威力约为39吨TNT 同样根据NASA的计算 液体燃料火箭爆炸时 很多燃料会飞溅出去 只有约60%的燃料会参与爆炸反应 所以天龙三号一纸集最终的实际爆炸当量 约为23吨TNT 23吨TNT好像听着也没感觉 那咱们不妨再做个武器换算 一枚天龙三等于52枚战斧 或33枚伊斯坎德尔 或两枚GPU13B炸弹之木 当然肯定还会有不服气的 就算爆炸威力大一些 但这也只不过是中国商业航天 在发展道路上必须交的学费而已 NASA报过 SpaceX也报过 失败是成功之母没听说过吗 确实不论国内外 火箭在试验阶段爆炸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就拿SpaceX来说 2013年 一枚烈鹰9号火箭 在进行海上一级火箭回收试验时 着陆直台不稳当场爆炸 2014年 一枚三引擎的烈鹰9号火箭 在进行陆上一级火箭回收试验时 直台发生严重偏转 最后在空中爆炸 2015年 一枚搭载龙飞船的烈鹰9号 在升空两分钟后突然爆炸 导致国际空间站的补给任务延误 2016年 烈鹰9号在发射前的 静态点火测试中爆炸 事故火箭本身 和一枚价值2亿美元的 通讯卫星损毁 2018年 烈鹰9号在回收时发生故障 一极火箭落入水中 现在的星舰也是一样 即便不算地面和大气层内的测试 从2023年4月开始 星舰系统连续试射了4次 才取得完全成功 而它每爆炸一次 技术就会进步一分 可以说 SpaceX就是在这一连串的爆炸程中 不断成长壮大的 因此这一次也有一些 伤势喜般的鬼才 把SpaceX的爆炸进步逻辑 直接套用在了天龙3号上 火箭能够挣脱束缚 说明发动机推力大 中国商业航天赶超美国 指日可待 然而天龙3号的这个爆炸 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 火箭测试失败都不同 人家不管再怎么失败 但也都是败在了 自己测试的那个项目上 即便是炸在试车台上 那也是有预案 做了准备的可控事故 事故是意外的 但测试和发射项目本身并不是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失败 记录数据收获经验 正因为如此 2019号部落伍 至2018年首次发射以来 共随二十七枚一级组推器 进行了295次发射人物 且均获成功 失败乃成功之母 但你至少得搞清楚 孩子他爸是谁吧 而天龙三号可不是这套逻辑啊 他原本是要地面试车的 结果搞成了五欲罩空中试车 甚至火箭出去之后 一段时间内还属于一个无控状态 这就像是一个渣男 一不小心让女友意外怀了孕 非但不成任何反思错误 还一直到处吹嘘自己的精子活性高 在人类航天使伤 静态测试没有酸牢 导致火箭串出去乱飞的 这还是头一招 攻击天命格际 斩获了世界第一 而且这种低级事物 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天龙三号并非是第一次点火式车 根据官方说法 此前其静态点火式典的累计时长 已超过200秒 全面覆盖了飞行要求 以此推算出最大功率并非难事 再者火箭起飞需要推力大于火箭之重 而启动火箭发动机便会消耗燃料 所以只要火箭里燃料够多 就能靠自身重量压住火箭 发动机试射时火箭就飞不起来 计算这个推力与自动的比值 是任何宇航工程的基础功课 再说就算是算错了 在监控的火箭状态不稳时 只要及时熄火就行了 连这个也做不到 那就不是交学费的问题了 而是你想哪交学费的问题 人家搞航天交的是大学的学费 学的是轨道力学 空间推进原理 航天系分序设计 而你要交的是幼儿园的学费 学的是怎样系携带 而事故的散后过程则更令人无语 根据天明科技发表的声明 火箭跌入在距离试射台 西南1.5公里的深山中 随后舰体解体 本次试验地点远离工艺市区 现前与当地政府联合完善安全保障措施 并提前组织周边人员撤离 经排查无人员伤亡 一个商业公司 发的声明确有一股浓浓的政府文件位 最无耻的是这句 火箭坠落在深山中 贵师对深山一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而好巧不巧 这个火箭射的时候 我刚好正在深山里 这种才叫做深山嘛 工艺市面积 1043平方公里 拥有78.5万人口 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752人 而视频上也很清晰的就能看出 爆炸地点的数百米外就有居民区 隔一座山就是建筑工地 这就算不能算是市区公园 也顶多能算是郊区吧 至于提前组织周边人员撤离 那就更是谎言了 不仅没有撤离 还自信满满地请了领导来现场管理 这下倒是给领导们 留下了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 在人口密集区搞实验呢 不能像美国那样挪到海边去做吗 在之前说到新建项目时 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词 叫做环境评估 2021年时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对SpaceX提出了745项的整改措施 要求新建基地减少海棠和公园的关闭 包括德克萨斯州伯卡奇卡的鱼类 野生动物 植物和其他环境资源 整改完成后 才可申请发射许可开展新建轨道发射 为此新建的手册被整整推迟了一年多的时间 美国的相关部门主要起到的是监督职能 首要考量的是公共利益 尽管有时这会阻碍科技的发展 而中国这边就完全不同了 环境和监督就不用想了 政府最喜欢做的事情叫做大跃进 2015年国家发改委、国防科工局等部门 联合发布了民用空间技术设施 中长期发展规划 为民营航天业大开绿灯 由于中国没有能够测试大型液体燃料火箭的海上平台 而地网人气的西部又缺乏配套设施 因此不少民营航天企业用上了巧勁 比如天明科技的这个所谓火箭发射台 就是由巩益当地的一个废矿坑改造的 这样可以节约开发成本 并借由身体阻隔噪音 同时交通也相对方便 这种多坏好省的模式得到了政策的鼓励 蓝箭航天、星系荣耀等企业也都是这么干的 但显然这样换来的结果 就是牺牲了公众的安全 这样对比看来还真是可怜啊 美国小动物的命是命 中国人的命就不是命吗 若在捷克以往其他国家火箭发射失败时 小粉红对他国宇航技术的嘲笑 那这处悲剧 只有透露出了几分油亮亮的喜感 其实好比是全剧德的鸭子 亲自点评 哪位厨师的烧烤技术好 见不见呢 而且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出 中美民营商业航天业 存在一个本质的差别 美国是监管型政策 政府的任务是创造出一个合理的营商环境 让企业们自由发挥 而中国这边则是政府部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硬生生的拉起一个行业 可能有人会说 不对啊 最诸SpaceX能活 不也是靠着政府给的订单吗 甚至很多的基础技术 比如现在新建外壳上的隔料材料 也都是直接来自于NASA 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 是在摸着美帝过河呀 无需会员 任何商业航天事业 都与国家是高度绑定的 但关键不在于 有没有从政府那里拿好处 而是在于 企业本身是不是认为 他们的事业 能够为自己创造价值 有些所谓的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 它就根本不是为了来挣钱的 我们来看看天明科技董事长 康永来自己的说法 真是好一个回报社会啊 但康大佐这么说是有底细的 在创立天明科技之前 康永来曾是火箭军专家 主持了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的论证研究 伪军方和航天部门销利长达20年 旗下员工也大多直接来自于中国航天部门 成立5年以来 天明科技已经完成了15人融资 累计获得资金超40亿元 其投资方包括中金资本 中信箭头 国科投资等国有资本 而对比之下 美国的那些民营航天的创始人是谁呢 马斯克一个搞美版支付宝的 贝佐斯美版进东卖货的 你倒是让雷军来搞搞米链米剑什么的 我就相信你是民营 否则不过是换了个马甲而已 Thank you Thank you 我这里还不只是拿小米出来做调侃 而是真觉得中国电动车的发展模式 与民营航天事业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SpaceX 很大程度上 依靠供应链管控来降低成本 它不会依赖单一供应商 而是引导供应商完全竞争 形成对产业链的控制 目前SpaceX 已经与超500家的供应商进行了合作 全部都为美国本土企业 设计热树理电镀检测氧化表面涂层 不锈钢钝化等供应环节 共计2000余个供应节电 而在中国的民营航天领域 尚不存在这样的产业链 而且美国的国防、商用、民用三大工业体系 是相互融合的 以芯片企业赛林斯为例 即可编程逻辑芯片 覆盖了多个市场领域 包括航空航天、通信、医疗和消费电子等 而在中国 航天是独立于民用工业体系的 一家航天配套企业 长期按照国家任务 来做资源配置和生产决策 可能其整个生涯都仅服务于单一客户 只有导致整个生产流程效率低下 且极易资争腐败 两任国防部长 整个火箭军的高层 全部都进去采缝冷机 就是个鲜活的励志 其实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 中国才想引入民营经济 触发竞争和产业链重构 但这事实上是本末倒置了 竞争不是靠红头文件创造的 它是在市场环境中自然诞生的 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把持续的创新 当做成第一生产力 而生产力同时也是竞争力 那么中国这些企业的第一生产力是什么呢 跟大家的这个拼搏也是这个经济相关的 基邦是2019年成立 然后到首飞恰恰踏上了这个疫情的这个三年 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吧 应该说加班加点 基邦是这个724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 然后所有的十一五一和春节呢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休息过 也是拼了一口气 说白了一个是市场经济 另一个是想伪装成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 只要这种模式不变 中国民意航天的上线 就是事一长进以至一的洋务运动 而下线呢 就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言 是要让老百姓们都上天啊 我们其实在创立之初 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呢 就是能够把航天技术 应用到普通老百姓这个生活中去 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高速高空 以航天技术带来的这个生活的便利 跟生活的乐趣